大家好,欢迎来到解密去历史,还原历史故事,分享精彩瞬间,说说历史上的那些事。 在中国古代,很多人提及墨北草原上的游牧民族,一直认为他们是落后、满移的代名词。 由于草原上没有耕地,只有茫茫草原、河流与沙漠,匈奴人就养成了游牧的生活习俗,竹水草而居,完全依靠大自然而生存,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,还要面对草原上的猛兽,敌对势力的侵扰。 于是匈奴人养成了弱肉强食的生活习惯,因为这本来就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,只有强大才能生存。 所以,中原看起来父死子祭、凶死取扫等等让人有伤风化的习俗,在游牧民族看起来确实习以为常。 对于父妻子祭,凶死取扫这样的包括匈奴在内游牧民族习俗,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原汉民族是很难接受的,现在的居民更是难以接受这种有点野蛮的习俗。 但众多游牧民族都采用。这种婚俗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,是符合历史客观情况。 这里要说一下,父亲死了,儿子则以后母为妻,兄弟死了,活着的兄弟就取死去兄弟的妻子为妻,看上去很难理解。 其实史记没有说的是,这里有一个前提,就是没有血缘关系,才能这么做,有血缘关系是不能取的,必须要了解这个前提。 游牧民族在生产能力上远不如中原农耕民族,他们的资源也很匮乏。 不要被电视剧的牲畜成群所迷惑,草原和荒漠上很多时候是靠天吃饭,并且居无定所,还有环境带来各种疾病。 因此,草原上的争夺比较激烈,部落和部落之间时常发生战争。 成年男子的死亡率也高,在这种情况下,继母嫁给继子,嫂子嫁给小叔子就是一个好的选择。 否则的话,失去男人的女人在草原和荒漠上生活很难,照顾小孩子长大更难。 允许失去男人的女人在丈夫至亲亲属中改嫁,有利于维护一个部落甚至更大群体的延续。 在古代,女性的地位很低,相当于家族的财产,在中原地区其家庭附属地位也没有改变。 没有出嫁从父,出嫁从夫,父死从子。 有牧民族女性的所有权在其父去世后属于家庭中最大的男孩,这样做的好处是维护家庭财产利益和实现团结。 假如女性不能改嫁妻子或者小叔子,就容易出现家族财产分散,也容易造成家族内部分裂。 这种情况下,对于家庭来讲是损失。通过改嫁使得整个家族还能融合成一个整体。 实际上,有牧民族在最初的时候并不重视汉民族那些婚俗规矩,很多时候存在抢亲的情况。 成吉思汉的妻子就曾经被人抢走,回来后生下长子树翅,对于树翅的血统至今都在争议。 其实,成吉思汉本人并不是特别在意,个人觉得并不一定是其心胸开阔,而是当时就是这个风俗,加上对于男性后代的需要,对于这个血统存疑的儿子,他并不介意,并且整个看,还是很重用竖斥的。 有牧民族的这种婚俗对于汉族来讲是不正常,有备伦理。 对于凶死取嫂,在个别地区还能接受,夫妻子记,汉帝是完全接受不了的。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昭君出赛后,呼喊携缠鱼去世后,王昭君被要求嫁给老缠鱼的儿子,他接受不了,的确在汉族地区,昭君是后母,是长辈,这样的改嫁是不允许的。 他没有贸然拒绝,而是请示汉朝廷,朝廷让他尊重匈奴习俗,昭君就嫁给老缠鱼的儿子。 说实话,这样的制度,对于孤身来到匈奴的昭君是种保护。 如果他只是新蝉鱼的后母,并不能保证被尊重,孤儿寡母肯定会受欺负。 改嫁新蝉鱼,原来地位还有,还是可以得到新蝉鱼保护的。 安全性会很大,就是有点让昭君尴尬的是,他为父子两个蝉鱼都生过孩子,辈分有点乱,好在匈奴并不重视这方面。 匈奴等游牧民族受生活环境影响,生产力低下,物资匮乏,形成独特的婚俗。 虽然和当时已经初步形成的中原文明来讲,是难以接受的,但这是对女性和家庭财产的一种保护方法。 对于在恶劣环境下,可以有效保证不足延续。 所以说,父子祭,凶死取扫不是恶习,而是特定历史时代的特定产物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,感谢您的收看,欢迎点赞订阅和点击小铃铛,也欢迎您在评论区发表您的想法和意见,我们将给您带来精彩的节目。